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民視開講齊全教室 今天我們上翻倍教學第十九集 艾瑞特 波浪理論 艾瑞特是誰 他是波浪理論的創始者 就是這一位大師 波浪理論 他是讓整個投資理論 數理化的開始 數理化的開始 就像是有人跟你講 這個行情接下來會有兩次的下跌 再兩次下跌之後 會以怎麼樣的方式 會漲到哪裡去 把整個情況 15-10的告訴你說用數字 例如說可能回檔個五次 然後反彈個三次 或是反彈 然後會以0.618的方式 或者是以1.618的方式往上做推升 那這一些觀念 一開始最開端的是誰 就是這位艾瑞特 波浪理論 他的過去歷史是這樣子 他是在1871年出生 當時是在密蘇里州出生的 之後小時候他就跟家人到德州去 所以那個時候小時候 他就接觸到一些墨西哥的文化 所以他小時候他就學會了 所謂的西班牙語 到20歲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的時代是在1891年 美國這個鐵路其實很發達 就是開始繁榮 因為是以鐵路為主 那所以他就開始去離家 到墨西哥的鐵路公司去上班 他去上班做什麼 做會計 所以整個一個工作的過程裡面 有25年 那個時候是在這個中美洲 還有墨西哥的這個地方的鐵路公司 那處理所謂的財務 會計的方面 後來在1924年 受到美國國務院委派 就出任於尼加拉瓜的會計處處長 尼加拉瓜 因為那個時代是在1924年 那個時候的尼加拉瓜 還是屬於被美國所控制之下 後來尼加拉瓜獨立了 獨立之後 那麼艾瑞特他就跑到哪去 瓜地馬拉去 那到瓜地馬拉 那個時候在1925年 他寫了兩本書 哪兩本書 一本書叫做 咖啡館與自助餐的管理 另外一本是拉丁美洲的未來 他那時候寫了這兩本書之後 因為在瓜地馬拉做休養 那個時候他生了一場大病 那個大病導致他在1927年的時候 做退休 退休之後幹嘛 沒事幹嘛 開始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在1929年到1932年 就是1929到1932年 美國發生了股災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是輸很多錢 一貧如洗 在那個時候因為他退休之後他沒事幹 他研究這個波浪 他把古事當作像海浪一樣 波濤洶湧 像衝浪 如何衝浪裡面賺到這個錢 那他把這個看法裡面 那他把這個看法裡面 後來在1946年他出一本書就所謂的 這個其實退休息 1934年 我講過了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退休之後生了大病 生了大病的那個時候 剛好是碰到美國的 我們說的 很不景氣 不景氣的情況之下 當時的美國道通指數是這樣子 一些千里 大跌 而且灌破前面低廉 1929年美股大崩盤 那個時候沒有人認為未來會漲 因為那時候在跌 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投資顧問 叫做高林斯 這位高林斯 他有一天 他接到一封電報 那一封電報告訴他什麼事情 裡面這樣寫著 這一次的崩盤 它只是個大多頭行情的修正波 未來股市會長線 行情會一路往上攀 只會漲不會跌 那個時候是在重挫之後 那個時候的高林斯看到之後 也是半線半移 管他的 把他擺一邊 可是後來沒有多久 整個股票市場 華爾街 哇 每個人都開始這樣 情緒高昂 麻煩經理 就用這個圖 情緒高昂 每個人都賺錢 而且指數一路往上攀高 那個時候的高林斯想說 想到了 之前好像有一個人寫一封信給我 說行情未來只會漲不會跌 他就把他拿出來看 一看 名字寫什麼 寫艾瑞特 他想你知道那個神秘客到底是誰 所以在有一次的周末 他約了這個大師來他們家 共渡用餐 那一位大師是誰 就是艾瑞特 艾瑞特那個時候是在幾歲 五十幾歲 因為他生了什麼病 貧血病 所以提前退休 那個時候他退休的時候 在1927年的時候 他回到他的故鄉加州 其實真的還滿淒涼 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五十幾歲的艾瑞特 因為生病了 在家裡的一個長城的走廊上面 沒有人照顧他 很淒涼 然後再坐在椅子上面 在那邊搖啊搖啊 可能人生就這樣子而已 後來他突然間想說 我可以去研究一下美國的股市 所以那個時候他把美國股市 這75年來的整個走勢 從年、月、週、日、分線 75年的美國指數 拿出來做研究 他那時候研究的研究基礎 是建立在道士理論之上 所以我們知道 波浪理論它是建構在道士理論之上 就是以這個為基板 道士理論上次我已經教過你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是個延續性就是說 從道士之後的一個波浪理論 那當時的艾瑞特 在1933年到1934年 他融會貫通 他做出一個很有完整性的架構 在大波浪裡面的小波浪 小波浪裡面的細微波 多頭跟空頭裡面 它有一個完美而一致的結構 好 那個時候在1938年 波浪理論出來了 而波浪理論的這一本 就是艾瑞特波浪理論 它是怎麼出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 艾瑞特不是跟高思寅聊天嗎 高思寅他拿到 艾瑞特所告訴他的 這個波浪理論的看法 他為了紀念他 或是說可能為了版權問題 他說他怎樣 他把艾瑞特所告訴他的事情 他把它寫成一本書 叫做艾瑞特波浪理論 出書就這一本 書名叫做艾瑞特波浪理論 就這一本 所以目前反監所流傳的 艾瑞特波浪理論 全部從這本書 原型裡面衍生出來的 而作者是誰 不是艾瑞特 是高林思 高林思 懂了嗎 後來艾瑞特 因為他跟他講這個事情之後 高林思也為了感謝他 所以他把他找 要約到金融市場 金融世界的這個雜誌 去寫書 寫了一些波浪理論的文章 大概有12篇 當時艾瑞特在68歲 寫完1939年 哇市場開始瘋狂 原來還有這位大師 金碧的戒血 當時是68 他是68歲 後來很可惜 兩年之後他就過世了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做大師真的 也是說要看那個命 那我們知道波浪理論跟道士理論到底差在哪裡 道士理論在告訴我們 股市跟大海一樣 有漲潮 有退潮 有一波一波的波浪 還有漣漪 而波浪理論在告訴我們什麼 如何在股票市場裡面玩衝浪 這概念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要聽到 我所告訴你的艾瑞特的一個過去之後 那麼我們要問 那這個神秘的理論 他到底是怎麼去做預測股市 預測走市 基本上他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建立在道士理論上面 所以股市像潮汐 像波浪像涟漪 那他有一個所謂的這個多頭 有五個一二三四五的五波 回答有ABC三個下跌波 而這推動波裡面 像一第一波跟第三波 還有第五波的推升波 一二跟四次屬於修正波 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有ABC這三波 這是他一個基本原型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重點是 他所告訴你的是 這個波浪裡面 就是波中有波 波浪中有浪 也就是說 他的周期性會不斷的 一個反覆持續 而且它適用在 不同的刻度上 時間刻度 例如說 你拿把這個東西 做五分鐘線 六十分鐘線 日線 周線 不同的刻度 就有不同的一個波浪 浪中有浪 波中有波 這個概念跟我們所告訴你的 碎形的概念 是類似 是一樣的 好 那所以說我們知道 它這個波浪的一個概念 讓我們知道 它能夠做無限次的一個分割 那也能夠做一個波 變成一個大波浪的一個組合 它裡面有一些規則 你可以把它記起來 第一個規則是什麼 第二波的終點 就是回檔 不能夠跌破第一波的低點 這是第一個規則 第二個規則是什麼 第三波的推三波 不能夠是最短的 還有第四波的回疊 不能夠跟第二波重疊 那如果是屬於 席二三角形的第一波 還有第五波的指南除外 還有替代原則 第二浪跟第四浪 要以不同的形態做表現 這屬於波浪理論的基本原則 這個你必須要去知道 那所以我們知道 為什麼波浪理論 它能夠哪用 因為它是把過去的歷史資料 有些東西會重複 因為歷史如果一旦會重複 那麼它就具有預測價值 例如說我們知道什麼 為什麼波浪理論 能夠做買賣點的一個 研判跟賣出的研判 例如說我們知道 如果股價從6000點 漲到6600 漲600點之後 回檔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這地方可以買嗎 如果波浪理論告訴你什麼 不用急 等它回檔 回檔什麼時候 回檔0.618 大概在6370左右 因為它會有一個 所謂第三波的主聲段 好 這個概念 結果沒有錯 來到6370之後 果然拉出一個主聲段 突破前面高點 來到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你會問說 這邊還可不加碼 答案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是屬於第三波的推聲波之後 未來還有高點 那重點是 高點會到哪裡 這一波會到哪裡 依照1.618做推算 會來到7340 果然沒有錯 來到7340 之後回檔 回檔之後可未接 展示結束了沒 還沒 還沒結束 哪裡是加碼點 依照計算 回檔之後的0.382 在6970 管到6970 6970之後 還可以買 可以 果然上去了 上去之後 經過這幾段 還可以加碼嗎 不行 為什麼 它屬於一個第五波的末生段 那什麼時候要賣 所以我們知道了 波熱理論 它的明年之數在哪裡 在於你能夠掌握到指數的起伏跟高低點 它透過理性數據加以分析 而且它具有一個預測的一個功能 好 那既然那麼好的話 我們知道 波熱理論 就好像是讓我們知道說 賭桌上的這個賭牌 你那底牌到底是什麼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這一套理論 的預測 真的會準嗎 真的會準嗎 先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跟你講完之後 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這一套理論 它能夠看清楚賭桌的底牌 那麼請問它會準嗎 艾瑞特波亂理論 怎麼應用於市場上 剛剛也提過了 上升五波回檔三波 那這是一個理論上的模型 應用在我們實際上 我們會發現到 它有很多的變異型 何謂變異型 例如說我們知道 可能會在第一浪 或在第三浪 或在第五浪會有延伸波 那不管怎麼樣 它的規則是 只有一個延伸波 不是在一就是三就是五 而且第三波 永遠不能夠最短 這個你把它記起來 這是它一個原則 就是說這個方法 它有它的原則 你原則在掌握株子 那麼你就能夠去應用在 不同任何情況的 股票市場裡面 好 那我們知道 邪惡第五波 有分為成功跟失敗 成功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看到的 第五波以載斜線三角形 或者是以擴大型三角形 一個是收斂 一個是發散 這成功的第五波 結入第五波 還有一種是屬於失敗第五波 就是說第五波的高點 沒有過第三波高點 上升失敗五爛 或者是下跌失敗五爛 一二三四五 五沒有破這個三 就是失敗的第五波 這屬於第五波的部分 那至於修正波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分為恐慌性跟慢性下跌 恐慌性稱之為支支形態 這是一二三 然後這個一二三裡面的這個 B波跟C波裡面 又分為兩波跟三波 稱為所謂的五三五的形態 這屬於支支形 另外一種是屬於慢性下跌 平坦型的 一二ABC 它的形態是以三三五的方式 就像這個方式 而B波的長度 等同於A波長度 差不多這樣子 平坦型的 另外有一種 B波的長度比A波還長 那它的分解的裡面 可以分什麼 三三五的支站結構 其中B波比A波來的高 這屬於不規則的形態 還有一種是屬於什麼 三角形 這屬於收斂的 這屬於擴散的 收斂跟擴散 它裡面的支形態 裡面有分什麼 三三三三三 然後這邊又一樣 再把它擴散成這樣子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注意到 在修正波裡面 有時候B波 是屬於逃命的誘多陷阱 這個你要記住 懂了嗎 很簡單 你不懂的話 你可以來問 修正波裡面 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這幾種形態之外 還有一種是複合型的 何謂複合型 ABC 中間多個X 用ABC 所以你先進入一個所謂這個 ABC ABC ABC這樣子 就二重三 它裡面的這個X的話 也是這樣子 有沒有 二五的方式 另外一種是屬於 三個ABC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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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三重三 它的細微的一個 子形態是這樣子 懂了嗎 以兩個X站做連結 所以我們知道 在波浪理論 它能夠讓我們知道什麼事 它能夠讓我們知道 這個賭桌上面 對方的底牌是什麼 我們大概就能夠看得出來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實物上的操作 因為詭譎多變 這個方式你只能夠做參考 你必須提 確實提高所謂的警覺 因為 任何的波浪的調整 它都有可能做修正 做改變 所以你必須懂得什麼 做動態調整 怎麼樣抓得比較準 靠歷史走勢 以及經驗做累積 這是需要靠經驗的 那麼我們知道 這一套波浪理論 它從1938年 高林斯所出的這本波浪理論 後來在1939年 一年之後 艾瑞特那時候68歲 寫專欄奠定基礎 後來在1946年 艾瑞特那時候 在75歲的時候 寫這本書 叫《自然定律宇宙的奧秘》 他寫這本書 那時候是在 我們說的 寫完之後 兩年後他就去世了 所以重點是 艾瑞特是寫這本書 而不是寫艾瑞特波浪理論 這個你要搞清楚 就如同什麼樣 九天賬法 不是本間終究寫的 道士理論 也不是道士寫的 這個你要知道了 好不好 我跟妳講這個故事 那就是說 我們知道 艾瑞特他寫這本 《自然定律宇宙的秘籍》裡面 有提到什麼東西 他用了什麼東西 他用這個工具 就是黃金比例 這個概念就相當於 我們看到這個圖一樣 是一個美女 為什麼看起來很漂亮 走勢符合黃金比例 所以股價的運動 艾瑞特引進黃金比例 而牛頓的世界 的物理世界 牛頓他引用運動定律 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股票市場跟自然界的法則 是屬於相關性的 自然界 物理世界 牛頓運動定律 在股票市場裡面 艾瑞特運用什麼 黃金比例的方式 黃金比例 要追溯到 費波南希 這一位數學家 是義大利人 他那時候把整個 阿拉伯數字 就是123456789 這個阿拉伯數字 傳到歐洲去 那個時候 歐洲才開始用阿拉伯數字 而這個阿拉伯數字 裡面的這個數字 112358321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謂費波南希係數 它裡面指什麼 這個數字 是前面這個數字的1.618 而這個是後面的0.618倍 而144是55的2.618倍 55是144的多少 0.382 所以剛才我講的這幾個數字 0.382 0.618 1.682 2.618 衍生下去 叫黃金比例 那黃金比例 在我們整個自然界裡面 無所不在 例如說你看到 向日葵 植物的花瓣樹 還有雅典的神廟 都是屬於黃金比例 還有哥德式教堂 胡夫金字塔 達文西所做的這個 蒙娜麗莎的微笑 都是符合黃金比例 甚至於我們說的Model 九頭身 還有最漂亮的這個臉型的樣子 還有比例 完全符合黃金比例 所以說啦 做整形 那個你也知道 黃金比例最漂亮的 那我們知道 在股票市場裡面 股票的高低點 都剛好被這個魔術數字 都是給控制住的 所以我們知道 在艾瑞特所寫的這本書裡面 叫做《自然電律》裡面的宇宙奧秘 它納入了費波南希的速列 以及分類波拉理論 它怎麼推 在展的過程裡面 可以用1.618做推算 另外的展幅用1.618做推算 那回檔的話 以0.618做推算 懂得嗎 在展的話 是以1.618的1.618的1.618 做延伸 回檔 收斂 是以0.618做推算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 這一套數字真的準嗎 它只能夠做參考而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艾瑞特 他寫了這本書以後 他有沒有因為這樣子而變得有錢 事實上可能沒有 因為在1984年1月的時候 那時候他去世了 去世的時候 是在一個寒冷冬天裡面 孤獨的死去 當時的身邊 並沒有太多的資產 所以其實 這位大師的一生 也還蠻淒慘的 就是說 我們要去學什麼 學他的一個精神 所以艾瑞特波浪理論 它是一門 技術分析的入門 例如說像0.618 0.382 那這個是以空間來看 如果以時間 我們可以知道 像修正波的3 5 8 13天 是修正波 延伸波 推升波 是以83 21 3455 做計算 所以我們知道了 艾瑞特波浪理論 它是屬於 技術分析裡面的入門 想學的入門 從艾瑞特波浪理論做著手 那麼我們要問什麼 有一位技術分析師父 他為什麼要去批評 這個艾瑞特波浪理論呢 為什麼 為什麼技術分析師父要批評呢 請看第20集 馬基趨勢型態理論 想了解更深入的 有興趣學習的話 利用廣告的時候 把握一下 Ona老師在城中投入 我們下次見 有些事情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能活下來需要運氣 更需要勇氣 謝謝大家 讓我們有了新家 四年來是不間斷的加油 陪我們一起走出陰影 四年了謝謝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因為有愛的地方 就是家鄉 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股市股市 誰可以讓您 利空平傳時 總是動足機仙 利多出現時 總是勾搭獲利 成通投庫 誰家具有證券 以及期貨 雙證照的投庫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應在股市中 單打無鬥 成通投庫 帶領您 比別人早一步 奈向財富人生 成通投庫 值得突付 02-2752-5868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知名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與破碎浪形成 往海裡移動的強勁水流 會將人快速帶離岸邊 此時切勿對抗水流游回岸邊 以免耗盡體力 搭潮或退潮時 海面上破碎浪多 離岸流正強 切勿下水 遇到離岸流如何脫困 一 保持冷靜 二 舉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體力 四 面對沙灘以45度角游泳